目前PS4平台共有4000多款游戏 其中有99.9%的游戏都能在PS5上运行 那我们的游戏存档能保留下来吗 又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能在PS5上唱完你的PS4游戏 不过首先要生命的是 本次PS5有两个版本 如果你用的是PS5数字版 也就是没有光区的那台主机 那么你只能玩那些通过PSN购买 且和PS5兼容的数字版游戏 这其实很合理 因为主机都不带光区 所以你也只能玩数字版游戏了 如果你购买的是光区版PS5 那你除了能玩PSN上已够的数字版游戏外 还能把以前PS4版的游戏盘放到PS5上玩 既然我们换了一台性能更好的主机 那在PS5上玩原来的PS4游戏 会有性能上的提升吗 比如说更快的加载时间 更加的画面效果 更稳定的帧数 好消息是 目前已经确认会有增强效果的游戏时 对马倒之魂 在PS5平台上游戏能以每秒60帧运行 同时游戏的加载时间也会更短 原有的Remote Play功能 在PS5上也得到了保留 玩家可以把PS4主机的画面 串流到PS5上 而这也是实现在PS5上 玩PS4游戏的方法之一 只不过这样做 游戏就不会获得任何增强效果了 PS5全新的DualSense手柄 用创作按键代替了DualShock 4手柄上的分享按键 这意味着在PS5上玩PS4游戏的时候 你将无法呼出分享菜单 不过可以放心的是 原来的截图还是不受影响的 PSVR游戏在PS5平台也是可以玩的 不过目前PS5的摄像头还不能用于PSVR游戏 需要在原有PS4的摄像头上 接上转换器后才能在PS5上使用 那游戏存档要怎么转移呢 PS4的游戏存档会通过服务器 把游戏存档自动同步到PS5上 你还可以通过WiFi或者是网线连接的方式 将你PS4主机上的存档 游戏数据甚至是数字版游戏 都转移到PS5主机上 此外如果你的U盘或者是移动硬盘上 存有PS4数据 你也能通过它们来把数据导入PS5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支持存档转移功能 比如如龙7 漫威蜘蛛侠的开发商就已经确定 它们的存档不能跨世代使用 这取决于游戏开发商的说法 那同一款游戏 从PS4升级到PS5版本呢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如果你想升级的游戏是数字版 那你只需要在PS5上登录你的账号 在PlayStation商店找到这款游戏 选中升级 那么游戏就会自己下载PS5版本 如果你想要升级的是光盘版游戏 你只需要将PS4版的游戏光盘插入PS5 然后直接更新就可以了 不过不要以为升级到了PS5版就不用光盘了 就算是成功升级 在你玩游戏的时候还是需要插入PS4版光盘 这样游戏才能正常运行 但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直接免费升级到PS5版 某些游戏可能还需要一些升级的费用 不过可以放心的是这肯定会比PS5上直接全价重新购买 要更便宜一些就是了 前面我们也说过有99.9%的PS4游戏都可以在PS5上运行 那么哪些游戏不行呢 根据索尼的支持页面上显示 目前有罗宾逊旅途 杀手购决定版等数款游戏仍不支持此项升级 总的来说其实并不算多 好了 关于如何在PS5玩PS4游戏的教程就先到这了 如果你后续想看更多和次世代相关的视频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能在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